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他前脚刚走,龙子老太太也跟出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丁钱和柳飞两个人 丁钱使劲挣扎了一下,手脚被电线绑得紧紧的根本动不了 再看柳飞比他还惨,不但捆着,衣服里里歪歪也给撕开了 领口变成了深微,差点就露点了 不过从露出来的皮肤能肯定,他确实是长得白 里外一个色,而且身材还挺不错的 丁钱看着他心里就更来气了 你说你身为一名人民警察,怎么能轻易地向恶势里投降呢 柳飞冷静地回答 我怕破相 啥 一下淡定的丁钱,这一下淡疼了 那你也不能束手就擒呢 你哪怕挣扎两下 说不定咱们俩还有生还的期望呢 总比这白白送死的强 我是法医,不会倾拿格斗 他们两人又拿着武器,我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一旦动手,我会死得很难看 杀我之后,他们马上就会杀了你 那种行事倒不如以退为进 看起来咱们现在都被捉了 不过还没马上被杀嘛 说明我猜得不错啊 老那头心里也在犹豫啊 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愿意杀警察 柳飞冷静地分析,差点没让丁钱蹦起来 如果他不是捆着动不了的话 可是咱们现在不也是等死吗 如果你说话再大声点,咱们马上就能死 好,那你说 我们怎么办 柳飞说 你过来 什么 我让你靠过来 到我腿这里 丁钱只好学虫子一样,孤勇到柳飞身边 柳飞半靠着衣柜静静静等着他 丁钱想坐坐不起来 只好拿柳飞当树 脑袋肩膀一起使劲 好容易爬上去 一抬头几乎贴到柳飞脸上 他跟柳飞也算熟悉 但是从来没有跟眼下这么熟悉过 他连这个冷美人有几根眼睫毛都能数得清楚 甚至还能看见 他眼尾下那淡淡的朱砂痣 不得不承认 从解剖学的角度评价 柳飞的五官是无可挑剔 从艺术角度评价 他属于那种古典含蓄耐人寻味的类型 你看完没有 柳飞实在忍不住了 一句话把丁钱的夹丝给打断了 我知道 丁钱急忙说 我到你嘴了 你嘴怎么了 我是说腿 不是嘴 柳飞厌烦的纠正 冷冷的脸上有些微微泛红 腿啊 我都给打蒙了 脑子现在不太好使 丁钱一边解释 又慢慢地从柳飞身上 雇佣到他腿上 干什么 把我衣服拽开 是风衣不是衬衣 在腿上 看到没有 柳飞把身子稍微撤开一点 在柳飞 右腿大腿上 绑着两根皮带 固定着一个细细的刀鞘 仅仅露出一节刀柄在外面 平时他都是穿裙子或者风衣 把大腿遮上 外人看不到 刚才面对气势汹汹的老孽头夫妇 柳飞自知来应的没有任何胜算 激怒了老孽头 可能马上就会被杀了 干脆下了一招险棋 甲一束手就擒 等老孽头放松警惕 再找机会拔出防身刀来脱身 丁浅很惊讶地看着柳飞大腿上绑着刀 你是特空吗 还弄这个 别废话了 赶紧拔出来 他们一会儿就回来了 就算柳飞再沉得住气 面对意识充满天真的丁浅也是急了 丁浅急忙行动 他趴在柳飞腿上 用嘴咬住刀柄把刀子拔出来 原来是一把大号手术刀 这倒也符合柳飞的身份 不过 以他俩现在的情况 想挣脱出来也不容易 柳飞告诉丁浅 你双手散着拿刀 保持刀刃朝上 拿稳就行 丁浅一言行事 双手尽管绑在身后 按照柳飞说的握住刀子 还是可以做到 他准备好了 柳飞抽准刀刃的位置 背对丁浅 把捆绑双手的电线凑在刀刃上 一下一下地划起来 手术刀刀头小 但异常锋利 弄不好会容易伤到自己 柳飞完全是凭着自己 对手术刀的熟悉 来切割电线的 很快他就大功告成 把切断的电线正开 切放双手 拿过手术刀 给双脚电线割断 然后迅速帮丁浅割电线 就在这时候 门外忽然传出脚步声 越走越近 两个人脸色都变了 别管我了 赶紧从窗户逃走 紧要关头 这是丁浅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跑一个 总比两个都死在这里要强 柳飞连停都没有停 继续割丁浅手上的电线 你 别动 都快好了 丁浅扭头看见柳飞一脸决绝的神情 有种东西堵在喉咙里 说不出来 说话也就两三秒的事情 屋门呼啦一下推开 一个人提着铁仙走进屋 正是那个龙子老太太 他一眼看见眼前的情景 愣了一下 但紧跟着就面露凶相 举起铁仙就扑了上来 也许他本身并不是那么残忍的人 他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就能像正常人一样 拥有一个温暖的家 他很感激老孽头 他收留他 给他房子住 给他吃穿 拿他当自己的老婆 哪怕从来没领过结婚证 也从来不碰他 甚至有时候喝醉了还要打他 他仍然对他充满了感激 天底下没有任何人能比他对他更好 连抛弃他的父母都做不到 他感激他 他爱他 愿意为他做任何事 哪怕是与全世界为敌 他都不在乎 他并不讨厌刘飞 也不讨厌丁钱 但只要丈夫想杀他们 那他们就该死 他像一只发狂的母狼 呵呵叫着 举着铁仙照柳飞身后砸了过来 柳飞根本就顾不上看的 把丁钱绑手的电线彻底割断 就在铁仙的铲头 距离柳飞的后脑 还有几厘米的地方就停住了 丁钱挣脱出的双手 死死握住木柄 他这辈子恐怕都没这么演技手快 铁仙的重量加上挥动的冲击力 震得他手腕欲裂 双臂剧痛 但他还是抓住了 没有脱手 那一瞬间 他和刘飞面对面 四目相对 目光中流动着信赖和力量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